婴儿胀气的表现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李小全 西岩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 胀气啊 因为这个新生儿呢 他那个腹壁都比较薄 而且腹部的肌肉呢 发育的也不好 你会注意这个新生儿一旦吃饱的时候 他的腹部就胀的可高了 他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他这个腹壁的肌肉和腹壁的皮肤呢 他就发育不完善 他就把奶和气吞到胃里 吞到腹部以后就胀起来了 其实这个是很常见的 有的时候 有些新生儿一次吃很多奶 比如一百 甚至一百五的时候 他这腹部就肿得像个气球一样 但是当他消化了 或者放几个屁出去 腹部就不胀了 新生儿胀气一般 预防的话 吃奶的时候 就是不要吃的太快 不要把过多的气 裹进这个胃里面去 另外一个呢 当我们比如说 这个新生儿吃的太快 要不去换一个奶 如果是奶瓶喂养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奶瓶的奶嘴 换一个小小孔 或者就是说 母亲的如果吃母肉的时候 妈妈可以用两个子头 夹住乳头 让那个乳质流慢一些 这主要是因为他把过多的气 裹进胃里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